歡迎收看健康新知你給我30分鐘 我為您健康醫生 大魚大肉之後 如果出現了腹部腳痛 噁心嘔吐的現象 很多人的第一想法可能是吃壞肚子 應該等一下就好了 然而如果症狀持續半個小時以上 你就應該留意它沒有減緩的話 為什麼呢 因為有可能這是膽結石的一個警訊 到底該如何來預防膽結石 今天專家來告訴我們 很高興為你邀請到的是台醫院外科 黃宏常醫師 黃醫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膽結石 為什麼我好好的會長結石膽 在膽裡面呢 膽結石的原因其實 最主要的原因是跟膽囊這個器官 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膽囊它是一個儲存膽汁的器官 它的功能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儲存 第二個是濃縮膽汁 膽汁裡面它有很多的成分 包括像膽鹽膽固醇這些 當我們膽汁在膽囊裡面儲存一段時間 然後越儲存越粘稠之後 慢慢的就會有一些結晶產生 那這些結晶慢慢的沉積下來之後 就變成了小顆的叫膽砂 膽砂慢慢的聚在一起 又變成越來越大顆之後 就變成了所謂的結石 所以基本上膽囊會產生結石 最大最大的原因 跟膽囊這個器官本身的特性 是有最大的關係 所以這樣聽下來 好像每個人都會 多多少少都會有嗎 都有機會 都有機會 對 那我們之前有一些統計 大概健康的人 中期醫生得到膽結石的機會 大概比如說十個人裡面 可能就有一到三個人會有膽結石 所以這比例是相當高的 很高耶 對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 觀眾有時候分不清楚 因為我們說肝膽長胃 其實它靠得很近 尤其是肝跟胃跟膽的關係 又很密切 所以到底膽是在左邊右邊 在哪個位置 我們來看這個圖 來了解一下膽的位置 那最大的這個是肝臟 綠色這個是膽道系統 包括這一個是膽囊 然後這邊就是一些膽管 那這條最重要的這條叫總膽管 這條綠綠的這條總膽管 那我們常聽到 就是像您剛剛提到有肝膽 腸胃等等的 其實有三個器官 我們最常掛在一起講 就是肝膽疑 肝膽疑 這三個是連的 就是它是在一起的 我們可以看這個圖就知道 就是肝臟來這邊 膽管 膽管的最末端 這個總膽管最末端 它其實是在胰臟內部 它不是從胰臟的前面或後面走 它是從胰臟的中間穿過去的 所以這三個我們膽質在流動的時候 第一個肝臟製造膽 第二個膽管運送膽 它會經過胰臟的這個區域之後 進到十二指腸裡面 然後來幫助我們分解消化 所以肝膽疑是相通的 都等它們有管線都連接 把它們三個脹氣是連結在一起的 等於說我們的膽管 就是把這三個器官串在一起了 了解 所以它小小的一個 然後好像又藏在肝臟的裡面 好像看起來不怎麼起眼 但是它肩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 膽脂這個作用是在分解 你說儲存嘛 膽是儲存 還有分解的功能 它最重要是分解一些油脂類的東西嗎 主要是在膽脂的這個部分 膽脂的部分它的功能主要就是 在幫助我們分解吸收油脂 油脂 對 所以我們吃進去的食物 如果油脂偏高 那你就更需要膽脂來幫我們分解吸收 運作了 但是有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膽脂它是肝臟製造的 我們還是回到這個圖來看一下 膽脂是肝臟製造 肝臟製造完之後 它需要藉由這個馬路 大馬路 這條就是總膽管 這個大馬路 通到客戶端 這個就是十二指腸 就是它的客戶端 膽囊它其實就是一個倉庫的角色 對 所以我們其實整個講起來 我們因為常常聽到說膽囊 好像很多人都膽囊就切除了 對啊 但是膽囊切除了是不是就 沒有辦法膽脂了 沒有辦法製造膽子 其實不是 膽脂還是肝臟製造 製造完之後 它還是藉由膽管進到牆子內 了解 所以我們可以說肝臟是必備的 然後膽管 總膽管也是必須要有的 也是必備的 但是我們可以不用去倉庫 我們可以直接把貨物送到客戶端去就好 所以膽囊可以拿掉是沒有問題的 好 我們看這張圖很可愛 這是各式各類的結石 是 我們膽囊的結石 膽結石大概可以分 如果第一個 我們從這個圖的左邊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以部位來分 我們可以分成膽囊裡面的結石 以及膽管裡面的結石 那一般我們嘴巴常講的膽結石 其實指的是膽囊結石 膽囊結石這一塊 倉庫裡面的結石 膽管其實不太容易長結石 因為我們都知道流動的水不會臭 所以膽管裡面的膽質它是一直在流動的 一直在流動的 那因為它一直在流動 所以它不太容易長結石 了解了 但膽囊因為是儲存 所以我剛剛講的原理就是它很容易會有結石產生 所以我們一般看到的膽管結石 大半都還是從膽囊掉下來的 那這個是從位置 那如果是從它的成分來分的話 還有分就是上面這個就是 黃色的這種是膽固醇結石 下面這一種是含鈣的色素結石 比較黑的是鈣 又不太一樣 對對對 那高危險群是誰 好 我們大概常常聽到就是膽囊結石 產生有一個4F的危險因子 對 不是F4 F4 F4是流行花園 那四個帥哥 那4F指的就是 我們可以看這個圖 第一個叫Fate 就是肥胖吧 對 那第二個是Forty 所謂Forty就是 年齡 四十歲的意思 因為膽囊結石 它結石需要產生 它需要時間 所以大概一般 在過往大概四十歲之後 比較容易會有結石產生 但是這個慢慢在改變 因為我們飲食的習慣不太一樣了 所以會提早就對了 對 所以現在其實膽固 這個結石產生的這個 好發年紀已經往下降了 那我們開了很多是三十多歲 甚至我開過最年輕的是二十出頭的 二十二歲就有結石 那是從小就開始累積了是不是 對 好 然後再來還有女性也是容易好發 那女性跟女性有關的就是生產 所以其實有一些 懷孕的媽媽 她其實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其實容易膽囊結石發作 那生完小孩之後 其實也是常常會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狀 所以會有生孩子的更危險 比較上比較危險 因為她主要還是跟我們女性的 荷爾蒙的分泌有關係 分泌 這樣子的話 剛剛我們說的 會有腹部的不舒服 尤其是吃完飯後 比較容易會不舒服 那其實還有哪些的問題是 哪些的症狀是會她產生不舒服的 除了痛不舒服之外 還有什麼 其實主要跟膽囊的併發症有關係 因為膽囊結石 膽囊結石它的併發症 在慢性併發症裡面最常見的就是 慢性膽囊發炎 那我們其實可以想像 這是一個很好理解的事情 當我們膽囊裡面 裝了很多結石的時候 膽囊開始收縮的時候 就跟這些結石開始摩擦 對 那膽囊是什麼時候開始要工作 就是我們吃完飯之後 對 所以大部分的人會覺得 我怎麼覺得 吃完飯之後 常常覺得胃脹胃悶不舒服 甚至還有胃食道逆流的情況 變得更嚴重 這主要就是因為 膽囊在我們吃完飯之後 它開始收縮 開始刺激了 然後刺激到之後 不舒服 那我們肚子裡面的這個神經 它其實分布比較 跟我們體表神經比較不一樣 當我們體內有一個器官 不太舒服的時候 我們整組 整組這個腸胃道 它就不太運作 所以當我們膽囊開始 就是慢性發炎發作的時候 胃也開始不太動了 不太動它就脹起來了 然後胃脹起來之後 食物下不去就往上 所以胃食道逆流的情況也會加重 所以這主要是跟慢性發炎有關 了解 所以胆囊一發炎 其他的器官就會有一些 就會產生共鳴了 對不對 那我們會造成這個腸胃道 消化到好像怪怪的 悶悶的 所以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很害怕吃完飯 對不對 可是這也跟吃的東西 會有一些關係 對不對 那另外 它的一些併發症 除了發炎 它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膽囊結食的病發症 我們大概分兩大方向 一個是慢性的方向 一個是急性的方向 那慢性發炎的部分 慢性病發症 剛剛除了提到就是慢性發炎之外 另外我們也常聽到一個叫陶瓷膽 陶瓷 陶瓷 陶瓷啊 陶瓷娃娃那種陶瓷膽 陶瓷膽它的原因就是因為 膽囊慢性發炎久了 膽囊的肌肉層開始纖維化 纖維化之後它不太能夠擴張了 它就是小小的一顆膽囊在那邊 我們都習慣俗稱它叫小辣椒 小辣椒 它會萎縮喔 它就萎縮掉了 也不會再擴張 那我們知道膽囊它要發揮功能 它就是要擴張 它不能擴張它就不能儲存膽汁 所以它就等於失去它的功能 那這樣子今年累月的刺激之後 最怕最怕就是怕變成膽囊癌 可能我們膽囊的慢性發炎 十年二十年或許都還好相安無事 但是三十年四十年之後 長期累積刺激的結果 它可能就變成惡性的 那膽囊癌的惡性度非常的高 高啊 比例很高 惡性度很高 惡性度 就是它變壞的程度很高 它一旦確診它是惡性的狀況的時候 多半都不太能夠手術治療了 不過它好的地方是 它發生是很久很久的事情 時間啊 對 它給我們很長一段時間 來預防它發生 所以只要慢性發炎 其實我們大概就建議 就是趕快處理掉 那這是慢性最不好的嘛 對不對 那急性其實通常會比較不舒服 不然民眾都會馬上來醫院檢查 是是是 那急性會有什麼特徵 急性的話就很 我們講急性的併發症大概幾個 當然膽囊本身急性發炎是最常見的 那膽囊本身急性發炎的時候 膽囊會脹的蠻大的 所以我們很明顯就會覺得 右上腹很痛很不舒服 那右上腹痛之外 這個膽囊的結石如果它開始 比如說剛剛我們看到那個結構圖 它如果已經掉到了膽管裡面去 那造成膽管的發炎 就有所謂的急性膽管炎 急性膽管炎大概比較少聽到 但是大家都聽過黃膽 有 皮膚就會蠟黃 對 那蠻嚴重的 對 當我們的膽管被石頭堵塞了 被堵塞了 膽子是完全下不去的 對 膽子完全下不去 它就漲在肝臟裡面 所以膽管發炎之後 接下來肝臟本身也發炎了 急性肝臟發炎 都大家講爆肝 我們的GOT GPT這些肝質素 可能都三四百四五百以上 那之後很嚴重 那當然最可怕的其實是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膽管 是末端進到胰臟裡面去的 當這些石頭在這個末端的膽管刺激到胰臟之後 它也會造成急性胰臟炎 那急性胰臟炎 我們知道大概 最常見的原因就是兩個 一個是膽結石 另外一個是喝酒 所以當急性胰臟炎發生的時候 病人的死亡率其實是相當高的 這樣子聽下來急性的也蠻可怕的 尤其是市醫生說的 結石通常都在膽裡面 不但會在通道上面 可是一旦它掉出來 不小心又卡死在 那個腫膽管的時候 那個還危及到肝臟啊 因為源頭下不來了 它出來分泌的已經下不去了 這一路往上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膽結石它 可能造成一點點的發炎 不舒服疼痛 可是它其實 它帶出來的一些慢性急性的病發症 是不容小覷的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現在醫生有很好的一些診斷 評估工具 可以判斷你現在不管抽血啦 看你的發炎指數 這些都可以看得到對不對 那還有其他的儀器是可以來確診的嗎 診斷膽囊的結石或者膽囊本身的疾病 最好的工具還是在影像的部分 對啊 那有一個最容易取得 最方便的一個檢查工具就是超音波 對 超音波 那我們知道超音波它其實最 沒有侵犯性 它本身也沒有輻射線 然後我們唯一就是 你要做檢查你要空腹 唯一一個小小的不舒服 超音波的時候也要空腹 做超音波要空腹 我們做超音波是希望能夠至少 六到八小時的空腹時間 也是一樣跟要開刀的那種 那個空腹是一樣 是的 這樣子的話它不會讓胃 或是其他的一些東西去 阻礙到你要看的事 所以要空腹這件事情要記得 好 那超音波上面確實是可以 影像上很清楚的看到 膽囊裡面的狀況 是的 我們超音波它最好的地方 勝過於電腦斷層跟核磁工程 最好的地方就是在肝跟膽這兩個器官 對 那我們可以看這個 這個圖上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個圓圓的這一圈 對 這個就是膽囊 那它後面的這一大片 這個灰灰的 這個就是肝臟 膽囊很明顯耶 對 那為什麼要空腹 其實跟這有關係 因為我們剛剛說到 我們膽囊工作的時間是吃完東西之後 它開始收縮 所以當我們沒有吃東西 空腹六到八小時這個時間 它就不工作了 其實就是讓膽囊慢慢的累積膽汁 那它就會長大起來 膽囊長大起來 所以你是希望看到它長大了 對 長大之後 不是縮小的時候 對 長大之後 我們才可以看得到裡面的結構 了解 對 那其實 我們可以看得到 一樣都是有一顆 一顆的感覺 但是這兩個有很大的不同 你看這個 這個東西的後面 有一條很明顯的黑影子 那但是這邊 一顆這個 還有這邊這個 就沒有 那有這個黑影子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很硬的結構 它就是結石 那因為它是結石的關係 所以它把生坡擋掉了 所以後面就空空的 就一個黑影子在這邊 這就是用來 我們在看膽囊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來做區分說 這個到底是一個結石 還是一個息肉 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工具 膽也有息肉 對啊 膽也有息肉 為什麼息肉無所不在 對 因為膽囊跟胃跟腸一樣 黏膜肌肉 它是一個叫做中空的器官 對 那它裡面也是有黏膜層 肌肉層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結石跟息肉 在於說它的硬度厚度不同 對對對 所以你可以分辨 從超音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道理這個是應該是 像這個就是一個 很明顯是一個膽囊結石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息肉 那當然在做膽囊的超音波的時候 它還有一個好的一個鑑別的方式 對 我們可以讓病人稍微動動 動一下 那如果是結石它會滾 它會滾動 對 但是息肉的話 它就固定在那邊 對 對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工具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是電腦斷層 對 那電腦斷層其實在診斷膽囊來講 它不是低線的工具 因為像我們剛剛提到的膽囊有一些結石 叫擋固醇結石 對 擋固醇結石其實電腦斷層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 對 我們曾經看到一個病人 他的電腦斷層膽囊空空的 什麼都沒有 但是開完刀之後打開來看 滿滿的都是結石 所以全部都是擋固醇結石 對 所以它電腦斷層是看不到的 那電腦斷層對我們來講有什麼幫助 就是如果說這個病人 他發炎還滿厲害的 那我們可以從電腦斷層看得到 比如說像膽囊在這裡 然後胰臟在這邊 膽囊 胰臟 肝臟 這些區域它的相關位置 是可以給我們一個數前很好的評估 那我在開刀的時候 我比較知道方向性 了解 所以它是第二工具 對 第二個讓醫生更加的去評估 他周圍的鄰居 他們的狀況是如何 對 所以如果一般大部分的 單純結石而已的病人的話 我們不太需要多到電腦斷層 超音波就夠了 超音波就很清楚了 那什麼時候需要到核子共振 核子共振它主要是 優勢是在看軟組織 軟組織 所以肌肉 如果我們在超音波裡面 看到一個疑似腫瘤 或者是很大顆的息肉 那這時候我們用核子共振 就可以比較清楚地判斷說 它是不是就是一個腫瘤 了解 那如果它是一個腫瘤 它侵犯到的層次 跟附近的組織的關係是怎麼樣 所以核子共振可以給我們這些資訊 了解了 所以其實不同的檢查工具 它存在的都有它的意義和價值 對 對 好 了解了 所以最重要 觀眾最想聽就是 那我有膽結石 醫生 我什麼時機應該要來 你覺得拿掉 要手術 要讓我回去好好想一想 是什麼時機是可以來做手術的 膽囊的手術的原因大概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膽結石 那也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那另外一個是膽囊的洗肉 那我們先來講結石 什麼時候該處理 對啊 如果我們今天做健康檢查 就發現我膽囊有一些結石 可是我從來沒有不舒服過 從來也沒有說飯後不舒服 是 這些情況的話 其實就是觀察就可以 但只要我們曾經大通過一次 比如說我因為膽囊結石很不舒服 到急診 這就算一次了 或者是說我平常常常吃完飯 就不舒服 肚獨不舒服 胃痛胃脹悶悶的這樣 這其實都是開刀的條件 那早期因為開刀的方式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大剖腹手術 對啊 恢復又很久 所以通常那個時代 醫師比較保守 就會建議說 你真的很不舒服 通通不行了 那才開刀 但現在因為手術的方式 越來越進步 我們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少 那我們也知道膽囊 它的功能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其實只要符合剛剛講的條件 其實就可以做開刀的手術 有些人就是覺得我不想開刀 我就算現在的刀是微創什麼什麼 我就不想來開刀 好就開始慢慢養著這個膽結石 其實會增加以後你真的要開刀 該開刀的時候醫生的困難度 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慢性發炎久了之後 它會造成膽囊附近器官的沾黏 這個在我們在真的是非開不可的時候 會有很大的困難度 可是它發炎在裡面會影響到外面的沾黏嗎 有喔 附膜槍什麼的都會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我們在樹中實際上遇到的Case 了解 每個器官都飆出來了 這個是肝臟 肝臟就是這個小塊這個地方 這附近這裡 這個其實是那個大網膜 它是肚子裡面有一個很大的一片的齒發 一片薄膜 對 但是這個大網膜的下面其實就是大腸 大腸在下面這裡 然後這邊是十二指腸跟胃 胃在更右邊一點 對 那這些器官本來跟它都完全是分開的 所以當我們在做一個不是發炎很厲害的Case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進到這個畫面來 胆囊一拎就拎起來了 跟它就分開了 就可以分離了 但是像這種慢性發炎這麼久的情況 你看它完全是長在一起了 所以我們在分胆囊的過程當中 就有可能造成大腸或十二指腸破裂 那是一個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應該是放很久了吧 對那放很久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些人就是說 那我有胆結石 我只有一顆而已 一顆需要處理嗎 還需要看嗎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Case 這個Case它也只有一顆膽結石 它也只有這麼一顆 但這一顆結石它就剛剛好就卡在膽囊出口的地方 卡在膽囊出口的地方 完蛋了 它還好沒有掉到膽管去 它如果掉到膽管去的話 它可能不是只有 可是它長的位置也太不好了 就把膽子都堵了 對那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蠻可預期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膽囊它會收縮 而且結石會跑 對它收縮不是只有把膽子往外吐出去而已 它會把石頭往前推 真的 所以像這個時候它就是今年累月 被膽囊往這個方向推推推 推到後來 就塞在膽囊出口這裡 完全塞得緊緊的塞死了 塞死了這個膽囊裡面的東西出不去 當然膽囊沒辦法進來儲存 它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是膽囊它是一個中空氣 我們剛剛提到的 它也有黏膜層 它也會分泌黏液 這些黏液出不去的情況之下 就讓膽囊越脹越大 這樣到一個程度就壞死了 對所以這個case 你看它是石頭塞得很緊 然後它的這些黏膜層 已經都變黑了 就壞死了 對對對 所以醫生給我們看這些畫面 當然不太好看 對但是也只是要告訴觀眾朋友 真的有膽結石 不要不管它對不對 那其實石頭最怕它造成的一種問題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症候局 其實主要它就是一個膽囊結石造成阻塞 那我們剛剛 這叫Merisi syndrome 這個圖來看的話 那我們剛剛看的那個case 它其實它是塞在膽囊出口 但是它還只有局限在膽囊本身 可是這個Merisi syndrome 它是如果這個石頭夠大顆 我們可以看這個圖 這個石頭夠大顆 然後它繼續往膽管的方向侵犯的時候 它本身就掉不過去 因為它太大顆了 它就從外面壓到總膽管 那久了久了久之之後呢 這個地方組織就整個就被它 壓爛了 那整個就通到這個總膽管這邊 這種case我們在開的時候 會有問題嗎 對就是膽囊你拿掉之後 就會發現膽管缺了一個很大的洞 怎麼補 那就得要把它 可以的話 先直接修補 的話就直接修補 但是裡面就得放支架 讓它撐開了 否則我們直接把它縫起來它會狹窄 對 那或者是比較嚴重的話 它已經沒有什麼組織可以補了 那我們只好把肚子打開來 拿腸子再跟這個膽管再做吻合 那就是變成一個很大的手術了 等於是手術本來可以微創的 對 就後面變成要開傳統大刀了 好所以這都不是我們樂見的 所以其實我們不管石頭多少 這不是重點 石頭的大小也不是重點 最主要是它有石頭了 所以我們就要處理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後面我們給觀眾看一下 就是手術現在從傳統 已經可以走到比較微創 而且不用那麼多 那麼大的一個公分數 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我們可以直接看這個圖來看 這個是傳統手術 傳統手術剖腹的方案 那不管是從右上腹一道橫的 或中間一個很長的傷口 或者是右上腹一個直的傷口 這些傷口都是很大很慢的傷口 這個是我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偶爾還會遇到的狀況 但是後來已經進到了這個多孔手術的這個時代 那多孔手術就是複腔鏡 但是它用很多的傷口 來做這個手術的治療 那這個是相對應的實際上的案例 這變成很大的傷口 這個很大的傷口 其實會把我們的肌肉層打斷 所以我們只要之後 稍微呼吸深呼吸 或者是咳嗽 都會痛 那這個是已經一個很大的進步了 就是好幾個點 好幾個洞 而且是小洞而已對不對 雖然還有幾個洞 可是現在呢 那好 當然還要再更好 我們追求卓越 追求完美 而且還不要除了 皮膚上打好多孔洞對不對 所以它現在是單孔 而且還是自然孔 我們可以做到這個單孔微創的手術了 那這個單孔微創我們是把傷口 就是原本這次有三到四個傷口 那我們只保留其中一個肚臍這邊的傷口 這是我們手術術後的狀況 就是只有肚臍內有傷口 真的已經看不太出來 對 實際上這個是剛開完刀 還在住院的階段 了解 但是這個是已經病了 已經回診難悶診 其實都已經看不太出來 開過刀了 那當然這個好處的部分 差很多啦 我們可以看這個好處的部分 開完刀在短期間之內 因為肚臍下面沒有肌肉疼 所以它開完刀這個傷口的疼痛度 是比較輕微的 那你比較不痛 當然恢復就比較快 那你換藥也很方便 只要有一個地方換藥就好 那在長遠來講 它是一個無疤痕的手術 因為疤痕在肚臍內 根本看不到 對 那但最重要的其實是第四點 就是我們可以降低腹腔沾黏的風險 對 因為這個腹腔內的沾黏 我們只要肚子有傷口 打開過 有傷口的地方 一定會有沾黏的情況發生 了解 那我們的傷口如果越少越小 只有單獨一個小傷口 那沾黏的程度就是最輕微的 而且最主要是住院天數縮短這麼多 從傳統可能要住一個禮拜 到多孔的可能兩三天 到最後單孔 這麼小一個傷口 它只要一天 隔天開完刀就可以出院了 對 我們大部分變成都是住院隔天 就是開完刀隔天就出院了 真的 所以觀眾朋友 真的不要匯及記憶 對不對 今天真的很謝謝黃醫師 是 我想不想膽結石產生 你就趕快要 第一個 調整你的生活與飲食習慣 那如果 真的你有膽結石的危險因子 4F 那或是說你已經有發作過一次 膽結石的疼痛的話 真的不要害怕 現在醫生的開刀技術都非常的好 所以跟醫師做好 評估檢查之後 相信就能夠降低我們膽結石發生的機率 謝謝你的收看 健康新知祝你健康平安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